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益就受他们所看 那又怎么样呢 公平竞争所取的 所以有效 天上下着暴雨 半个小时就来了一辆空的出租车 你很幸运把它拦下来的 那么那些剩下的人呢 还得继续在雨水子淋着 等下面一辆车子 所以这个明显也损坏他的利益 但是公平竞争所取的 所以合法有效 第三条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第四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违反法律行政法律强烈队定 所以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具备强烈的违法性 因此违法的合同才无效 不违法它是绝对不会无效的 同学们还要留意一下 违法指的是违反了哪个法 法律和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不能违反 那么言下之意 如果仅仅是违反部门规章和地方法律 这个合同本身是有效的 可测销合同有四个 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行破 趁人之危 他们的共同点是违心 所以违心和他人交易 是可以和对方协商撤销的交易 效力带定有三种 第一种 小孩子或者是老头子 超越民事行为能力签订的合同 比方是九岁的小民 迷上了直播平台的女主播莉莉 拿着父母亲的支付宝 在直播间里在疯狂的打赏 一个月就花了九万多块钱 那么这个打赏 明显跟小孩子的年龄能力不相符 所以他处于一种效力带定的状态 谁来定呢 父母亲来定 父母亲如果是土豪 一笑了之 还把莉莉请到家里陪儿子吃了顿饭 这个正义就是有效的 如果父母亲领着儿子找平台退钱 那么平台应该把钱退掉 所以我们把这种就叫做效力带定 那么类似的道理 老头老太可能有些痴呆 甚至可能吃地域症的药吃了很多年了 在银行买理财产品 误以为是理财产品 其实是保险产品 买了几十万 这种情况下 他的监护人就可以提出来 这个父母亲的签订合同 他的行为能力是不足的 拒绝这个合同 那么第二个就是无权代理 第三个是无权处分 这三条他的共同点 都是没有交易资格的人在交易 等待有资格来定 每年都会把右边12个合同混在一起 问你哪个无效 哪个可撤销 哪个效力带定 那么关键点就是记住中间的特征 违法无效 违心可撤销 没交易资格 做题速度飞快 准确率超高 好 第一题 下列哪一个是无效合同 养成做题的习惯 他问你哪个无效 随手在后面写个违法 他问你哪个可撤销 随手写个违心 A 发报人对中标人 投标文件存在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是违法还是违心 违心的 B 电资 注意电资既不违法也不违心 所以它是有效的条款 各位同学 住建部从八十年代起 就在禁止电资 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明文禁止过电资 因此在法院审理中 电资条款 法官都是承认的 那住建部禁止电资 三十多年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文件中 对电资做过定制 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工程 它的本质都是电资工程 先干活 后拿钱 我们朋友听说过哪一个工程 是先拿钱 后干活 那么你告诉我禁止电资 你总得给我一个定义 什么叫电资 是电了三天算电 还是电了三年算电 电一百万算电 还是电一个亿算电 电到正负零零算电 还是电到主体风景算电 这件部从来没有解释过 还有 你一个正常的一个法律文件 上面说禁止电资 下面要有相应的罚则 如果违反了禁止电资的规定 主管部门抓到以后 应当责令改正 处以多少多少罚款 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 他有钱可以罚 他就会发现一起 坚决查处一起 对不对 有钱罚 那么当然很起劲 结果住监部告诉他 不要罚 那这个监管部门就不干了 你告诉我不让电资 同时又告诉我 就算发现了电资也不能罚 那我管他干嘛呢 所以这个真的是中国立法史上的一个耻辱 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这就说明电资这个事情 它不是三言两语的讲得清楚的东西 因此同学们记住 在法官审理中 电资条款是有效的条款 按照约定的处理 所以承包人先行进场施工 后补办招投标手续 补签合同 这个明显就是假招投标 而你工程都做了一大半了 你说搞个招投标 难道你不让他中标 换个单位来中吗 所以这个呢 任何法官一看都判的这是假招投标 所以这个C呢是违法无效的 承包人签订合同的时候超越资质 但是竣工前申到了相应资质 最高法院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这种情况下放他一马 视为有相应资质在承栏工程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放宽到竣工之前 申到相应资质就可以 好 这都是法官平时在审案中呢 经常接触到的几类案子 我们在这里呢做个总结 也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搞清楚法院呢 它是什么一个态度 好 第一题讲到这 接下来来看一下无效合同的特征 有三条 括弧一 它是违法的 因为它违法 所以括弧二不得履行 因为它违法 所以括弧三 从定律时起 从起点处 就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应 国家不承认它的权利和义务 无效的免责条款有两个 第一条 人身伤害的免责 一律无效 绝对无效 比方说有女孩子 枕容了枕上的瘾 每次的有点钱就往医院跑 那么每一次的医生都拿出一大堆手术风险告知单 各种免除医院责任的东西 让这个女孩子签 刹刹刹 签得飞快 你不签也不行 人家不给你做 那么终于有一次 整出事情 把鼻子给整坏掉了 跑到法院去告 那么医院就拿出当时这个女孩子签的 各种免除医院责任的东西 拿给法官看 法官就一句话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 我不看的 不要说你整容医院了 就是那些三甲医院 重症病房门口 医生让病人家属签的那些东西 我也不怎么看的 我只根据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 根据这个手术本身的这个风险的情况 来分担一下医院承担多少责任 病人自己承担不好的损失 你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手术 比方说在脖子上动刀 那么这个手术如果不动 病人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就挂了 如果动 有可能当场就挂了 这个是为了救命 不得已双方都承担一些风险 那么最后出的事情 可能医院承担的责任少一点 病人自己的责任稍微多一点 如果一个很小的很成熟的手术 把人搞出一条人命来 那肯定医院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 所以你说什么手术风险 告知他免出医院责任 这些东西呢 其实对法官来说不太认得 话说回来 那个是重症病房 是ICU 你这个整容手术算什么 你觉得有风险 你不要做好了 你就是因为人家女孩子 那你做你就做 所以同学们呢 对这个案例 你要有深入的思索 然后呢 要联想到法律的规定 人身伤害的免责 一律无效 绝对无效 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 那么括弧 财产损失方面的免责 一般情况下都有效 除非是对方故意或重大果实 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施工合同中约定 如果因为停水停电 不超过八个小时 施工单位呢 不得提出费用和空气方面的索赔 超过八小时以上的 我们到时候再来商量 分担一些 那么比方说由业主来赔偿 这个呢 就是双方 约定的一个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 应该按约定的来处理 除非是业主那边 故意断水断电 那这个句话肯定有时效了 对吧 要另说了 好 再往下看 无效的施工合同 有哪些 不要去背 记住他们的共同点 违法无效就好了 好 再看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中止 不影响独立存在的 争议解决条款的效率 比方说像上海市 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条款 像这个什么 清普法院起诉的条款 理论上都认为 他独立在合同之外 不受合同本身的影响 所以同学们记住 转包的合同 挂靠的合同 违法的合同 约定的仲裁的 只能仲裁 不可以再起诉 合同无效被撤销后 有三条法律后果 第一条 财产应当相互返还 不能返还的 比方说工程已经做好了 我总不能把它炸掉 变成费杀费量 还给施工队了 所以不能返还的情况下 要折价进行补偿 有过错的 还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但是同学们特别留意 合同无效的无约可违 因此该责任中 不可能会有继续履行 违约金定金等等违约责任 无效合同 因为它的违法性 所以国家不承认 这个合同中包含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所以无效合同 它不存在拖延工期的问题 因为工期的约定是无效的 无效合同不存在拖延付款的问题 因为付款时间的约定是无效的 无效合同中 如果约定了质量验收标准的 那么最后工程是按照强制性标准验收 因为你约定的质量标准的无效 无效合同 无约可违 所以自然也不存在着违约金等等 对这个事情 希望同学们有透彻的认识 那么像目前的重庆市高级法院 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些会议讨论的东西 他们有很多法官提出来 无效施工合同 按有效的原则来处理 我认为了重庆市高院 是误解了最高法院的意图 最高法院从来没讲过 无效按有效来处理 从来没讲过 只是提到了一个结算的问题 在郡公验收合格的部分 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来结算 只有结算是参照他来的 没有说过其他的什么权利义务 都按照有效来处理 所以这里我坚决反对 重庆高院了他们的这种观点 好 那么关于郡公验收合格的部分 我们就讲了这参照无效合同约定 然后郡公验收不合格的部分 不合格的部分是先修复 修复的费用由承报能承担 修复后如果还不合格的 那就不予结算 这些都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内容 我们就不展开来讲 下面我们做几个案例 下列无效合同案例中说法正确的有 A 假以4月1号签订一份施工合同 合同旅行中双方发生争议 假5月20号单方要求解除合同 以税向法院起诉 法院6月30号判定该合同无效 则该合同至6月30号起无效 还是哪一天应该是从起点4月1号起就无效 B 丙丁组成联合体重标一项市政工程 双方签订联合体协议约定 丙负责具体的组织施工 丙负责对业主和政府的沟通 丙给予丙精神上的高度支持 赚了钱以后一家成了一半 同学们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都是有着丰富的工程经验的人 其实像这种事情一看大家就心知肚明 怎么回事 这个工程的关系是丁的 如果不是丁 丙是接不到这个项目的 但是丁的又担心 如果让丙中标签合同 将来业主把工程款全部打到丙的账户上 丙不分钱给我怎么办 丙干脆就说工程做亏了 不分给我怎么办 所以想了这么个办法 我们组成联合体一起中标 那么我跟业主那边约定 他那边有工程款打到我账上来 我把我要的这块留下来 剩下的丢给你 你自生自灭 所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么一回事 住建部对这个事情有明文的规定 这个到底算是非法借贷 还是算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住建部把它认定为 这个就是工程转报的行为 丁转报给丙 我们都知道转报合同 违反建筑法的禁止性规定 属于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里每句话都无效 所以约定的利润分成条款自然是无效的 因此如果禀反悔不想分给丁这么多钱 打官司的思路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打 这是一个学生问的一个问题 那么根据重庆市有一些法官他的观点 无效按有效来处理 那你两个人违法干一件事情 约定的利润分成 你能承认按这个条款来分钱吗 当然不能了 当然不能了 所以所谓的无效按有效来处理 这个关键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C 某工程分包合同约定 由分包方负责完成总包合同范围内的主体工程 并向总包支付五个点的管理费 分包每发生一次安全事故 应该向总包支付0.5的违约金 供期100天 每拖一天应该向总包支付的供期罚款3000块钱 则该合同无效 那么合同无效的话 约定的供期条款违约金条款自然也无效 这个事业是正确的 这道题是10年市政事务的案例题 那么同学们也参考一下 第一 某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总价一个亿 施工成本9000万 按发报能核算的造价9500万 该合同无效 但是经过竣工验收又是合格 稳施工企业获得法院支持的最高结算款 应该是多少钱 这个题是13年的二期考试题 很多同学在考场上晕菜了 不知道选哪一个 其实它就是指的 合同无效 但竣工验收又合格 应该是参照成本结算 还是参照约定结算 参照约定结算 应该是一个亿来结算 一 老五分包合同约定 施工造成的人员伤亡责任 一概由分包方自行承担 合同争议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这个分包合同中违法的免责条款无效 但因为这句话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率 所以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对的吧 意思对的 好 那么通过这个题来看懂 我们上课学的一些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下面我们讲效率代定合同 效率代定在二级考试中考得非常的多 很热闻 但是一级考试几乎就没怎么考过 所以了解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以假的名义继续活动 未经假的追认 对假不发生效应 有以承担责任 相对能比可以吹告假 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假未作表示的 是为同意还是是为拒绝 是为拒绝 合同被追认之前 善意的比有撤销权 再看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 那么如果经过权力能同意 或者事后取得处分权 该合同就会从效率代定转化为有效 等下来举例子 第三题 假公司委托王某购买水银 王某在建材市场发现钢材价格比白菜都便宜 一吨才两千 这是前几年的事情 就自作主张 以假的名义 在供货商乙那边定了两百吨钢材 随后乙就吹告假 你那边小王在我这边定了两百吨钢材 这个事情你认还是不认啊 但假未知可否 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一个多月后 钢材价格飙涨到每吨两千四 假赶紧通知乙 按约定送货两百吨 乙就不肯再送了 同学们 合同法 非常的博大精深 你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你要把它学成专家级的水准 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在考卷上 突然发现一个合同方面的题目 莫名其妙 都想不起了他考哪里 这个时候有一种懵答案的做题的方法 就是用诚实信用来做题 你就观察这个案子中哪个人不靠谱 哪个人不靠谱 你就做出对哪个人不利的判决 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吧 好 看A 以拒绝送货构成违约 这个是对乙不利的 对不对 那么同学们看这个案子中 应该是哪个人不靠谱 假不太靠谱 对不对 假不靠谱 B 合同已经生效 假有权要求已履行合同 这个还是对乙不利 对假有利 王某贷钱的合同已经失效 这个好像就是对假不利 D 王某的行为构成表件代理 如果是表件代理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合同 有效合同的话 那么乙当然要履行 这还是对乙不利 所以ABD都是对乙不利 只有C对假不利 应该呢 蒙这个C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案子来分析一下 首先王某的行为构成不构成表件代理 表件代理的定义是 供货商以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小王有代理权 蒙在鼓里 本案中以吹告假 要求追认 说明他明知道小王是没有代理权的 这不是表件代理 这是普通的无权代理 那么无权代理发生以后呢 他处于一种效力悬空的状态 在悬空的情况下 那么供货商相对人可以吹告假 要求他在一个月之内追认 那么假未做表示的 视为追认 还是视为拒绝追认 视为拒绝 所以吹告以后一个月 假还没有置身 那么就尘埃落定为 无效 视为拒绝 所以这时候你再来人的生活 人家是可以拒绝的 好 这道题他选C 第四题 某施工大妹从租赁公司租了一批模板 施工完毕 施工大妹就自作主张 以自己的名义把这批模板卖给了其他公司 因为拉来拉去太麻烦了 后来租赁公司同意将这批模板卖给施工大妹 问你此时施工大妹当初卖模板的合同是一个什么合同 这道题无数的同学选了效力殆尽 是因为你刚刚初学 卖掉人家的东西是效力殆尽 但是题目里有一句话 后来租赁公司同意 这句话出题的人明显不是闲得没事写在那里的 总归是要考你的 所以同学们记住 把别人的东西卖掉叫做效力殆尽 也叫做效力悬空 也叫做效力不确定 但是一个合同 它不可能永远浮在半空中 它总有尘埃落尽的那一天 所以事后如果租赁公司同意 或者事后施工大妹取得了处分权 它就会尘埃落定 转化为有效 所以这个题比敌比敌更恰当 这个题你放心 第一次去做 全国95%的考生都是错的 大家都是选效力干净的 但是做过以后 基本上再也不会错了 所以人和人在智商上 你放心好了 不会有任何差别 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步 大部分的人可能犯过错了 摔过跤了 还会在同一个地方再摔一次 而你只要小心翼翼的提醒自己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摔一次 你就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比很多人强了 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一下4017 4017 合同的旅行 当事人姓名名称变更 或者法人代表换人 或者是签约的人辞职 都不影响交易的继续旅行 自然也不需要从前合同 这个是合同旅行的最重要的点 那么合同变更 指的是交易的内容变掉了 主体是假以 现在还是假以 但是交易的内容变掉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设计变更 导致工程量增加 工期顺延 这典型的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有三个条件 签一 双方协商一致 两厢情愿才能变 一厢情愿不能变 签二 变更的内容要明确 新内容替代旧内容 签三 变更要合法 如果双方友好协商偷工减料 这个肯定是违法无效的变更 合同变更 如果内容约定不明 推定为未变更 也就是要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履行 法律如果规定过变更 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登记 按规定的来 那么什么情况下 合同变更要经过政府的批准呢 原来签订的时候 如果就是政府批准签的 那么变更叫政府批才能变 比较典型的例子 像这个商业银行 他的股权变更 保险公司的股权变更 都要经过银监会和保险会的批准 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 他都可以去保险公司或者银行去担任大股东的 做空股股东的 要经过政府批准 好 下面一段 工程上的设计变更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程序 他要求由设计院出去变更图 总监那边收到图纸以后签发工程变更令 然后项目部收到图纸和变更令以后 14天之内向甲方提出费用和工期方面的索赔 谈拢了以后 那么按照新的东西来组织实施 这句话在试证实物考试中 应该是每年案例题都会考到 三分到四分左右 所以很多同学抱怨实物考试难 规律不是很清晰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你刷题的刷的少 刷多的话 规律哪些要考 从反复的重复的考 其实这种点不少 好 好 我们下面来做一个题 关于施工合同变更 说法正确的是A 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 推定为未变更 这个是合同变更最重要最基本的点 比施工合同变更与工程变更范围完全一致 这个说法太绝对了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工期罚款 原来是一天四千 现在的改为一千三千五 这个就是合同条款的变更 但是设计没有发生变更 对不对 再比方说 这个设计图纸虽然有变更 但是施工队收到图以后了 感觉工作量比以前还小了点 没那么麻烦 于是十四天之内没有提出费用和工期的索赔 这个就属于什么 设计已经变更 但是合同条款并没有发生变更 所以这个比的它不是绝对的东西 C 施工合同变更应当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这个就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 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 因为它签订的时候就不是政府批的 那么变更自然政府也不会管 原来的法律规定 施工合同要备案 变更了要重新备案 但是现在的国家已经取消了施工合同的备案 为什么 因为政府认为没必要把自己活得这么累 小两口已经结婚了 过他们的日子去了 他哪个地方呢 要花点钱 徒子要改一改 你当婆婆的 你管得那么老 严干什么 所以这些道理的 大家都要把它想明白 好 那么第一 非实质性条款的变更 无需协商一致 这个第一来说法 当然是错的 任何变更都要两相情愿 比方说淘宝卖家卖一件衣服 然后在下面写了 送五个口罩 买家一看了 马上下单 结果卖家表示 亲口罩已经送完了 没得送了 买家一听火冒三章 我就是冲着这五个口罩才下了单 你没有的话就退掉了 所以这就叫非实质性条款 也要两相情愿才能变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合同的转让 合同转让指的是交易的内容 没有变化 但是交易的当事人换了人 原来是假以 现在变成了假兵 好 扩货一 债权转让 应当通知到债务人 但是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 债务转移 要经过权力人同意才能转移 例如买了两张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 有事不能去 在网上把门票卖掉 需不需要张学友的同意 当然不需要 那么张学友如果当天嗓子发言 请刘德华替他来唱一唱 那么换能唱歌 显得要观众同意才能换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扩货三种转让无效 第一种合同性质决定的不能转让的 第二种当事人约定不能转让的 第三个法律规定不能转让的 像监力合同 就是法律规定不可以转让的合同 好 扩货三 债务人对原来的人的抗辩吐槽 可以向新的人吐 或许是主债权转让的时候 从债权一并转移 因为它具有从属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二题 以下合同事项中 一方当事人应该取得对方当事人同意 才能发生法律效率的是哪几件事情 A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三个月完工 需要承包人同意才可以吧 B 承包人因为设计变更要求加钱 需要发包人签证才可以 对吧 所以A和B都是靠合同变更 而合同变更要两相情愿才能变 C 承包人将工程款债权 要不到的钱转卖给他人 需不需要欠钱的统一 债权转让 无需债务人同意 通知到就 承包人将部分工作进行了分包 那么分包是需要发包人同意才能分包 对不对 他不同意你就不可以分包 劳务作业除外 劳务作业不需要发包人同意 那么一 发包人因为承包人违法转包 通知叫他滚蛋 这个是我们后面学到的法定解除 当承包人根本违约的时候 发包人通知解除 是不需要经过承包人同意的 单方解除就可以 所以这道题A和B考变更 C和D考转让 而E是考合同的单方解除 做那个总结 第三题 是我们连续考会五次的题 15年9月15号 甲建材公司与丙设备租赁公司 签订书面协议 转让其一张欠条 就是对以资国安卫的30万材料款债权 有同学觉得很奇怪 陈老师这个欠条不是人民币吗 卖来卖去不都是人民币吗 有什么好卖的 你有所不知 现实生活中欠条的买卖是非常常见的 比方说9月15号 假找到笔 明天我要买个办公楼 现在的首付还差一点 我这里有张欠条 是已欠我的30万 但是年底才到期 你能不能帮个忙 25万我卖给你 回头我给你打个招呼 你问他去要这个钱 你还可以挣个5万的差价 年底就可以要到 那么丙一听就动心了 赶紧25万钱打过来 然后欠条收到手里 9月25号 甲把这个事情通知到了乙 12月30号 丙信冲冲的跑到乙办公室 问他要30万债权 但是已认为 甲之前提供的材料质量不合格 拒绝支付 这下子丙就掉到坑里去了 所以收购人家的债权 最大的风险就在这里 有可能将来要不到这个钱 好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你不太清楚 那么本来正确的是 甲丙之间的欠条买卖 9月25号生效 B 该欠条买卖的协议 9月25号起对你发生效率 这道题同学们 如果你A打勾 是不是B一定要打勾啊 但是这是个单选题 它不可能出现两个证据答案 所以你反应要快 遇到这种两个答案的时候 马上改变思路 如果我B先打上勾 A是不是跟着一定要打勾呢 好像就不需要了 因此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也可以判断出来 B比A的把握要大一点点 这个A呢其实是错的 错在哪里 甲丙之间的欠条买卖 9月15号已经生效了 为什么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9月16号早上 B打电话给甲 兄弟你到哪里去了 甲说我正在去开发商售楼处那边 准备过去交钱的 B说你别急 我跟你商量一下 你那个25万能不能还给我 我把欠条的退给你 昨天我跟老婆汇报了一下 我老婆说我太冲动了 不同意 说风险的有点大 甲一听火冒三丈 都是成年人 谈着谈好的事情 交易都交易完了 还有什么反悔的 所以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甲丙之间的欠条买卖 15号已经生效了 只不过这个事情 对已发生效力 要到25号通知到已 从今往后已有钱 还给饼不还给甲 出题的老师连续考五次 就是大家需要大家分得清 A和B之间的区别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C 已对甲的材料的抗辩和吐槽 不能像比处 这个说法是错的 材料是甲买的 但是现在是你找上门来问我要钱 所以材料有问题 我当然是向你讲了 你现在是合同的新当事人了 第一 并不能取得与欠条相关的从权力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 从权力比方说利息违约金 它是牢牢的附着在这个欠条之上 不可分割的东西 所以当我买下一张欠条 我自然也买下了这个欠条有关的利息和违约金等等 而类似的道理 比方说王剑林把这一个万达广场卖给了苏宁电器 双方也事先没有约定过这个冠名权的问题 苏宁电器把这个楼过户了以后 把广场改名为苏宁广场 这下王剑林很不爽 我只说卖楼 我没说把这个冠名权也卖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认为 冠名权是附着在大楼上的一个从权力 从属性的东西 所以大楼发生过户的时候 相应的从权力一并转移 苏宁电器想把这个广场改什么名字 就改什么名字 除非双方事先另有决定 那么是另外一回事 第三题就给大家讲到这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可撤销合同 重大误解显示公平 欺诈胁迫 称人之危 我们讲过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违心 那么违心和他能交易的情况下 误解方不利方受害方违心方 可以和对方协商变更或者是撤销交易 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解决 那么撤销权消灭的情形是 一有权的人只知道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有权的人知道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放弃撤销权 例如 10年买了一块劳力士表 18年第一次清洗机心 发现机心是假的 被奸商骗了 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8年了 还能不能要求奸商退钱退货 可以的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退货权撤销权 它是从知道被骗开始算 从18年开始算 那么波士兵并不是从实际被骗的一零年算 在不知道被骗的情况下 你哪来的撤销权呢 这个道理也很清晰 对吧 好 再看下面一段 合同未撤销的致死都有效 它的权利义务都受到保护 合同一旦被撤销 它就致死无效 所有的权利义务都规理 第四题是一个单选题 问的是错误 也就是有三个答案是对的 A 施工单位在投标中 忘了对模板安装费报价漏相 事后不可以以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为由 要求变更合同加钱 因为我们这个行当的惯例 是视为该分项工程报价 已包含在其他的分项者 评标委员会发现有人露像 直接就是视为这个露像 已包含在其他分项者 言下之意就是不做调整 他不会书面通知投标人做补证的 投标人一看正好 试暴露了我们再加个三百万 这样招投标就不正当不禁止 这个竞争就不正当了 对不对 那么签订合同以后也是一样的处理 这句话市政基电建筑都考过案例 要求大家写得出来怎么处理 B 供货商将国产设备假冒进口 卖给了施工企业 施工企业发现被骗以后 可以选择撤销合同 退钱退货 但如果因为工期紧张 实在来不及换供货商 也可以选择放弃撤销权 认可合同有效 而追究供货商的违约责任 对的吧 对的 所以听到这里同学们发现 可撤销就是可以不撤销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来决定撤销还是不撤销 比方说这个疫情期间订了一批口罩 结果货发到以后发现这口罩质量有很大的问题 明显的是假货 这时候你可以行使撤销权 退钱退货 但是退了以后 这个口罩一个都没有了 出门也不方便 想一想吧 忍 那么把这个口罩都收下来 拍好照 保存好证据 认可合同有效 那么将来再根据消费者权益法 要求对方退一赔三 或者退一赔十 再去收拾他 所以认可合同有效 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吃亏 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所以这个比喻你要准确的去理解 C 2017年4月 施工单位与业主签订施工合同 但由于业主开工审批不顺 直到18年的8月才进场施工 当年9月 施工单位发现业主隐瞒了真实地质条件 施工难度和工作量远超过原先的古迹 因此来要求加点钱 但遭到无情拒绝 此时施工企业仍可以起诉业主要求撤销 因为撤销权是从知道被骗的18年9月算 而并不是从实际被骗的17年4月份算 对吧 而且该合同一旦被法院撤销 从哪天开始起无效 从定例时期 从起点处就无效 这个题就是举例子 告诉大家 在实际工作中干什么用 第一 假有一辆工程车 该车实际行驶里程了8万公里 对应的市场价了大概是16万 但是里程表有问题 仅显示为4万公里 假明知道上述情况存在 人将该车23万卖给了一 已发现被骗后 能不能要求工商局来撤销合同 这个地方第一是错在工商局 各位同学 政府行政机关不得插手民间经济凶费 有什么问题 你们自己协商处理好 协商不好的话 你们可以去法院起诉 通过法院来解决 不要来找我们 除非你们两个人共同请求我来调解 两个人都愿意让我调解 我可以帮忙来说几句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调解 那这个事情我就管不了了 如果你说这个假是个二手车行 以你要举报假 没问题 我来罚假 这是国家和假之间的关系 跟你以没关系 我把这个钱罚完了以后 你说你和假之间的合同要我撤销 我告诉你 我还是办不到 我不得介入这个纠纷 你去法院起诉去 所以同学们 这个底可以这样简单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学习合同宗旨 所谓合同宗旨 指的就是结束交易 那么有七种方式 第一种按照约定的旅行完毕 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第二个就是解除交易 其实就是取消交易 退钱退货 第三个是债务相互抵消 你欠了我一笔钱 我刚好也欠了你一笔钱 我们把它给抵消掉 第四个就是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办理提存 当债权人找不到的时候 或者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接受的时候 债务人办理提存 那四位也履行掉了 第五个就是债权人免除债务 你本来欠了我一笔钱 我现在告诉你不要了 那这个是消灭 第六个债权债务归于同一人 比方说广告公司欠了施工队 开发商欠广告公司 欠了三十万的广告费 后来开发商收购了这个广告公司 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广告部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债权的债务人合为一体 我们把这个也叫做结束交易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学习的就是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指的是取消交易退钱退货 它仅适用于有效的合同 无效合同签跟没签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用解除 可撤销合同指的是行使撤销权 那么合同撤销和合同解除 都是取消交易退钱退货 但是概念上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这句话最近两年非常的热门 所以希望同学们还是记得住 合同解除类似于夫妻离婚 夫妻离婚分两种 一种是协商协议离婚 只要你们两个人谈得聋 想怎么理就怎么理 爱什么时候理什么时候理 谁也管不着国家也管不着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女方起诉要求离婚 男方死都不同意 小孩才三中岁 这种单方面离婚的暗示 那么法官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什么思路 婚姻中对方纵然有万般过错 能够凑合 能够原谅的尽量凑合下去 看在小孩的份上不准离婚 只有确实对方始终不肯改纠正 不肯这个凑合 那么这个时候才有离婚的问题 所以合同解除的原理也在这里 不要一天到晚抱怨对方违约 你自己在工地上也在不停的违约 你嫌业主付钱不痛快 业主还嫌你干活干得不到位 总之两边都不是什么好货 所以对方违约时往往不能自己解除 第一步先吹告 要求对方改正或者补救 只有对方实在不肯补救 不肯改正 这时候才是第二步单方解除合同 所以先吹告后解除 记住这个原理就好了 当事人依法单方解除合同的 无需对方同意 通知到达对方即解除 对方有意义的怎么操作 三个月之内向法院或仲裁请求 确认解除的效率 陈老师跟培训机构约定 上六个小时的课 早上九点开始 九点过十分 陈老师还在路上 培训机构一个电话打过来 陈老师你迟到了 你不要来了 那么能不能直接解除 不可以 因为迟到十分钟 对六个小时的课来说 他的交易的损害是非常轻微的 完全可以通过吹告来解决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先吹告 而不是直接解除 如果吹告一个半个小时 陈老师还没到 能不能解除呢 看具体的情况 一般来说也是不好解除的 继续吹告 如果到了十一点半 陈老师手机才开机 不好意思 本来飞机的昨天晚上就落地上海的 因为电闪雷铭 临时的把这个飞机的飞到杭州去了 今天一大早 坐高铁过来 手机的也没电 刚刚好不容易借到边上的人 那个充电宝 充了一会 所以第一时间开机跟你联系 培训机构表示 陈老师真的不用来了 我们听课的学生都已经差不多走光了 大家骂得半死 陈老师说 那很简单 你赶紧群里打个招呼 把这个课改成下午两点 上到晚上的八点 上到九点也可以 没问题 培训机构说 陈老师真的不好意思 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外界的学生 很多人已经买了高铁票了 回去了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晚上上这个课 所以你真的不用来了 那陈老师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 如果心里不爽 三个月之内可以去趟法院起诉培训机构 法院检查发现培训机构 处理并无不当 那么解除合法有效 陈老师自认倒霉 如果法院研究发现 培训机构的处置有重大的过错 本来可以尽量补救一下 催告一下的 没有 那么造成了陈老师的损失 应当地进行赔偿 所以同学们听懂 天底下的道理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这层窗户指的只要一戳破 举个例子 举一百个例子 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要真正的理解到位 就是先催告后解除 好 看一下法律上规定的 工程发报人单方解除的情形 括弧一 陈老师只要明确表示 或者以行为表明他不干了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催告的 他已经表示他不干了 你这边就直接把它解除掉就行 好 括弧二 陈老师在约定期限内没有完工 这时候必须先催告 催告无效的时候再来解除 三 以完工程不合格 那么发报人应该先催告 只有陈老师拒绝修复的时候 才可以解除 好 转报违法分包 发现以后立即把它解除 再看陈老师单方解除的情形 括弧一 发报人未案约定付款 陈老师先催告 催告无效的时候可以解除 发报人提供了主材 不符合强证标准 陈老师先催告要求换 催告无效的时候再解除 三 发报人如果拒不履行 约定的协助义务 陈老师先催告 催告无效的时候可以解除 所以他的原理就是 先催告后解除 只有个别情况下才是直接解除 而第五题 下列情形中 导致权力义务终止 就是结束交易的是哪个情形 A 债权能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我们讲提存的是一种终止的情形 B 当时的一方拖延旅行 C 当时的一方下落不明 B和C能不能说明交易结束 不能 那么第一 债权能免除债务 怎么出现了两个答案 A也对 D也对 那么反复思考了 这个A挖了个坑 所谓提存 指的是债务人 在履行债务的时候 因为债权能下落不明 没有办法去履行 或者债权能无正当理由 拒不接受履行 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没有办法 那么可以依法办理提存手续 一旦提存 那么马上债务就履行完毕 债务就履行完毕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开发商要征收 拆迁一套房产 房产原来是个老头的 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老头有好几个小孩 有些人住在房子里边 但是户口又不在里边 有些孩子的户口在里边 人又不在里边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多分 老头都是我在照顾 你们平时看都没来看一眼 好 开发商烦死了 那开发商的这样子 把这个五百万的补偿款 交到法院办理提存 一旦提存完毕 那么这个债务就履行完毕了 钱我已经放到法院了 你们有争议的话 这一区法院慢慢打 去领这个官司 去打这个官司 那么对于我来说 债务已经履行完毕 接下来就是履行我的债权 拆房子了 好 这个概念的基本上听一听就行 所以这个A我认为下套下得有点深 你如果说是考律师的话 这样下个套也情有可原 项目经理学法律都是刚开始学 前年后后可能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在准备这门课 所以这么深有没有必要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讨论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六题 关于施工合同单方解除 说法正确的是A 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承包人没有完工 发包人可以立即单方解除吗 不可以应该先吹告 对吧 B 承包人将工程转包 发包人一旦发现 可以立即单方解除 这个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情形 不需要吹告 有同学听了还不服气 怎么就不能补救呢 我转包如果被它发现了 我就不转包 我就自己来施工 那么你自己施工 你项目班子要到位 材料采购要自己采购 设备要你自己来租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 一夜之间搞定的 所以这个转包属于不能纠正 不能补救的情形 C 发包人提供的主材 不符合强制标准 承包人是先吹告 还是直接解除 先吹告 第一 以完工程质量不合格 发包人应该先吹告 还是直接解除 也是要先吹告 只有承包人拒不修复的时候 才可以解除 所以你看原理懂了以后 这些题特别简单 迎着而解 第七题 以下关于合同解除的案例 答案是三个对的 一个错的 单选题 A 应当招标的工程 未招标 施工合同属于无效 不是用解除 因为合同解除的前提 必须是合同有效 对的吧 施工中材料大幅涨价 施工企业亏损严重 施工企业不得以此为由解除合同 因为行使单方解除的前提 必须是对方严重稳约 或者是不可抗议 导致交易无法继续 而材料涨价 既不是对方造成 也不是老天子 也不是不可抗议造成 而是当时人应该主动承担的商业风险 对的吧 如果材料跌价 业主通知 要把钱扣回去 你肯不肯 你当然也不肯 所以涨价的话 你想解除也是不能解除的 C 5月12号发生强烈激震 再建工程全部被毁 5月15号 发报人向承包人书面通知 解除合同 不做了 5月17号 承包人收到通知 18号承包人回复 同意 则该合同解除的时间 应该确定为17号 通知到达时 而不是18号 因为发报人通知解除 符合法定条件 属于单方解除 而不可抗议导致交易无法继续 你18号回复说 同意 你回复说 不同意 17号都已经解除了 因为他不需要你的同意 这个题材就要求你有单方解除的概念 单方解除就是不需要对方同意 通知到达即解除 第九题 承包合同旅行中 发报人认为施工现场管理混乱 质量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 书面通知承包人 请你滚蛋 承包人接到通知认为 哪个工地没有质量问题 我们当然也有 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整改来解决 并不存在根本违约 小日子过不下去的问题 肯定是发报人 外边有小三了 找借口要赶我们走 我们要求继续施工 你不让干可以赔钱 那么这种纠纷经常发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接到这种通知该怎么处理 那么接到这种被炒掉的通知 三个月之内可以提出疑义 并请求谁来确认 这间站没这个权利 应该是请求法院或仲裁 大官司来解决 好 那么关于合同解除了 几个案例听完 在现实生活中怎么用 也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 我们下 Als有一个 我们下宣开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宣开